我们也看到了整个海上的永明佛式大放光 今日在我们的明峰佛式 也就是在佛光 我们这是卧佛 看到整个的光芒逝射 在这一刻当中 也只有更多的感恩 只有发自内心的 能够透过此生 能够将此身心奉承擦 唤醒众生回归我们的故乡安乐果 也透过西方极乐世界 在我们台湾台东 在永明佛式 透过大海当中看到这个山中明峰佛式 我们感恩阿弥陀佛 这一路上只要我们看到的 只要我们有聆听到的 我们有感受到的 我们都完全能够交托阿弥陀佛 此刻大放光 感恩这是一份多么感动 感恩的这一刻 我们也期盼看到我们在永明佛式 我们所有的常注重 也祈愿这一份的祝福 让每个人都能够完全进入心中 生命的意义就是为创造十项世界 我们为生命立命 我们为往圣祭绝学 我们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创造生命的这一刻 也期盼我们人人都能够回归 安乐过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在我们每个当下 我们不断地实向世界操练 必定能够圆满的 感恩感恩所有的大放光芒 阿弥陀佛 这是卧佛 这是光芒 今天太特别了 2024年7月17月5号 我们接下安局当中展现出来的 最殊胜的光芒 阿弥陀佛